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锅跟小锅的区别是这样子的 刚刚下锅完 准备去吃饭了 今晚8点钟开锅 咱们已经摘了一头牛了 看一下晚上还有没有牛肉可以 有多出来的牛肉开锅 说不定朋友们下单了都没有了 就是一头牛鱼200多斤肉 我们那个香牛肉比较少 所以没有多少肉了 一天我只塞一头而已 这个奇异果跟朋友们说一下 我们试了 今天是先上了一个小礼盒装的 给朋友们看一下 15个果 15个果满格的 这个是小果的 是给大家做一个福利款的 小果的 这样子的 而且里面会配有两个 两个这个 是这种的 两个勺子 这个是专门开奇异果的一个开果器 是这样子的 配有两个这个 配有一张这个说明书 说明书 就是有的朋友可能 买回去不懂的怎么样子 把它放熟了 放太久 它都不熟了 所以会配有一个 这些东西都会配有的 而且咱们这个产品 是有这个标码的 这个 广西的一个福兵产品标码 福兵产品的一个标签 所有朋友们完全可以去放行去拍 而且我们这边的这个价格 跟朋友们说一下 比我们在桂林那边的价格还要低 我们发的是顺风 顺风发货了 价格呢 就像这一箱 5斤净重果 果的净重是5斤到5.5斤 不等 就是最少有5斤的 最多就是5.5斤嘛 因为它不能超过6斤的 但这箱不能超过6斤的嘛 所以呢 果的净重是5.5斤到5.5斤 然后呢 果的个头呢 就是 个头都是在80克以上 80克以上 一箱是30克哦 就是算下来的话呢 一个果的 啊 你们收到货以后 一个果的 费用是在2块6毛9 啊 2块6毛9一个 真的 这个随便去超市里面吧 我们当地超市卖 卖这个东西 也是按个卖的 6块钱了 6块钱一个 可能外省的可能会更贵 8块9块10块都有 都有 我们这里 反正6块 2块6毛9哦 收获上门了 收获上门了 真的 这个挺划算的 而且咱们有这个标 广西的一个 扶贫产品的一个标签的 是属于 当地部门 为了就是组织农户们去 脱贫的 然后呢 叫农户们去种这个 是有专家过来指导 农户们怎么样去种的 所以呢 种了这个果呢 比桂林它要大 真的 果肉呢 还是还要香一点 有的个头是这么大的 这种属于特大果 特大果我们就不给你们上了 大果的个头是这样子 这种 是这样子 我们在桂林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发货 50到60克 就是小果嘛 他们 我们这边呢 是50到70克 算小果 就是这个领盒装了 这个是小果的 小果不是很小的 给朋友们 对比一下 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小果 很大果的对比 那时候我们在桂林的时候 70克以上的就是当大果了 他这里算小果 而且桂林的70克的果呢 我们都找不到啊 真的应该还有一些朋友下单了 是不是叫你们退款了 因为他那边的那边的果 种不到 种不了那么大的 他没有没有就是人家那么专业了 种种出来的果比较小 所以呢 这个果真的 朋友们可以派回去 现在中秋节了 送这个比送苹果 雪梨可能还要 还要高档次很多 是吧 昨天我直播的时候 朋友们都叫我去看小酒的视频嘛 昨晚我一晚上没去找 我也看了 真的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过去说他一些 说他一些 他不开心的事嘛 其实朋友们不要去 真的希望你们不要去说他 真的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 他的确他 在为了我很多很多东西的 就算如果是说 做不了情侣 我以后不是一家人 做不了情侣的 如果他有什么事 我都会第一时间能帮的 我都会去帮的 因为是他交为我 做这一块的 所以呢 朋友们不要说什么 钱都给他花了 或者是付出那么多了 付出这种是正常的 对于一个女孩子 难道你一点不付出的话 你怎么去追哦 人家又不是赶获上门的 是不是 所以钱的当 的确 我没有钱给过他花过 包括那个仓库 都是他投钱去弄的 他说把仓库给我 嗯 这个我觉得 我 我是不会收的 因为那里面都是他的钱 真的 都是他的钱 我一开始做我没有钱的 都是他的钱去投资 他可能就觉得 他以后不再贵年了 这个仓库呢 他就给我 是不是 当时这个 我 如果是真的要的话 我以为我也会给钱给他的 是吧 就是有的朋友们 你们 我知道你们是光亲我 体谅我 就是体贴我 但是 就不要去说他真的 你们你们说他 可能疼都在我心里面 啊 我看到 他不开心 我也会不开心的 所以我希望有朋友们去 啊 支持他也好 支持我也好 咱们 就不要去喷另外一方 嗯 真的 就是 怎么说是吧 你们说他 他不开心 我看到他不开心 可能我也不开心 你们说我 我都无所谓 真的 我是 怎么说 经历出来的 什么事 我都看得开了 觉得 没有什么 嗯 过不去的卡 所以我可能承受压力 比较大一点 有时候看到一些不好看的 就是 不怎么顺心的东西 我就当你没看到 我是这样子 可能他不一样 可能他也是 因为我的原因受影响的 所以呢 希望朋友们 呃 嘴下留情哦 有什么事就是 咱们 礼貌 礼貌用词嘛 关心 我知道你们都关心 但是 不能去伤害 不要去伤害 我喜欢的那个人 谢谢朋友们 现在准备 去休息一下 吃饭 然后休息一下 网上还要开工呢 想要奇异果送礼的朋友们 真的这个奇异果 应该是在网上面 全网平台上面来说呢 我们这个价格 应该算是垫底的了 没有比这个价格还要低的 这个是红阳奇异果 不是那个徐香 徐香外呢 不一样 徐香是便宜的 红阳哇 都是按个头的 他这个顺利外 可能比苹果 雪梨橘子 桃子的 可能还要更有面子 因为他一香 他没有 没有多贵 第一是没有多贵 第二呢 嗯 在大家认知里面 都知道奇异果 这个东西是属于高端水果 是吧 都知道的 所以你懂的朋友们自然就懂 不懂的就是 相开播放的时候 不懂的 有些人就说 这个东西很便宜的 可能是 他们不知道这个品种吧 先去休息一下 吃个东西就休息了 好